在最近的自由時報 跟蘋果日報的頭版 都有一則登報的道歉啟示 那上面是這樣寫的 來 這個是自由時報 在這邊 登在這邊 看似不大 不過裡面充滿了人生的學問 那因為字體比較小 我們就把它放大 上面是這樣寫 寫說道歉人李秀妹 在民國一百零五年的三四月間 在臉書 蘋果日報的網路新聞留言區 自由時報網路新聞留言區 指稱林秀慧女士不孝順 對婆婆又施暴 利用議員的這個職務 為他人安排工作 欺騙選民等不實言論 損及林秀慧女士的名譽 特此澄清 並且表達歉意 道歉人李秀妹這樣 那這個新聞這樣看似小小的 其實這個有蠻多的內文 那我們可不可以請字尾跟大家介紹一下 對 我們看到這個雙秀之爭 雙秀 零秀 林秀慧還有李秀妹 好會下標題 對 那基本上當時的新聞 秀秀 雙秀之爭 而且這兩個曾經是姑嫂關係 這個所謂被告人 被告的這個人 登報紙的這個人 李秀妹 李秀妹 他是林秀慧的小姑 那其實這個林秀慧 基本上他是之前連任四屆的市議員 新北市市議員 應該是雙河地區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但是呢 五連山四改算不簡單 五連山厲害嘛 等於說他可能在在地生根很久了 沒有想到就是說他之前要再拼五連任的時候 那因為這個小姑李秀妹 他剛剛講了嘛 他散佈一些不實的言論 他怎麼散佈 他散佈說 他這個大嫂 其實沒有像你們想像這麼好 他其實對這個婆婆不孝順 那婆婆也都已經九十幾歲了 然後呢 他除了講他遺棄 他不孝順 他甚至還講說呢 這個議員 帶著自己的小孩 去對阿嬤施暴 把阿嬤趕出家門 就是說這個其實是很嚴重的指控 第一個就是 你先說人家遺棄 再說人家施暴 這個是你要有相當的證據 那他除了講他這樣子之外 他還講什麼呢 他說除了這個 我跟大家講 他其實沒有像他講的那麼清廉 他有一個姓蘇的朋友的兩個小孩 他幫忙關說 一個關說去中華電信 一個關說去哪個單位這樣 所以他都會收人家好處去幫人家做這些事 那這個就不得了了 因為你講說他遺棄就是 遺棄毆打就不忠不孝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呢 他是這個 比方說有受惠啦 或者是說說他講受惠可能嚴重的點 就是說幫忙關說這件事情 那可能對於議員的清廉也會被人家打個問號 所以這個事情是發生在105年的時候 那但是這個事情就這樣子傳傳傳傳 就影響了這個議員他要做的連任之路 後來他真的就沒有選上 那沒有選上 當然對這一個林秀慧來講 他孰可忍孰不可忍 你說我遺棄 你要知道我2007年就已經跟你哥哥離婚了 我完全跟你哥哥是沒有任何的夫妻關係的 那這小姑講說誰說沒有 那你們離婚還是在一起啊 對不起 所以2007年就離婚了 就離婚了 離婚其實已經九年 然後這個事情是2016年才發生 對 他PO文章是2016年 因為他當時要選 九年了耶 對啊 當時這個 給林秀慧要選舉嘛 那你知道現在很多民意代表都會經營臉書啊 那他就上去留言啊 然後你們不要以為他這樣蠻可倫義道德 其實他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包括說人家如果報紙有報導他 他也上去攻擊這樣子 那就是不過這個 李秀妹攻擊是都沒有用假名 所以就被知道是他嘛 那你想想看 告他的人不是只有他的前大嫂 連他哥哥都告他的 因為他講他指控的人 不是只有指控林秀慧而已 也包括他哥哥在內 所以他說他當時跟法 他出田的時候是講說 對啊 雖然他已經離婚了 可是問題是他跟我哥哥還是在一起啊 我哥哥還是他那個 那個這個議員服務處的主任耶 對不對 那他道義上他也應該要 也應該不能遺棄啊 這個可能就有法律的問題 那沒有關係他何來遺棄之說呢 那再者你有證據嗎 你有證據說我帶著我的兒子去打阿嬤嗎 去把他趕出去你有任何證據嗎 那你有任何證據說我幫誰 關說進去哪個單位嗎 他都提不出來 那你提不出來他只說我聽人家說了 你聽誰人家說了 說不出來 那講不出來當然你 你就一定是敗訴嘛 那他其實一審敗訴的時候呢 就是法官已經講了就是你要公開的道歉 要登報道歉 那他在出庭的時候說 我實在不明白我已經登報了 為什麼還要再告我這樣 那你登了什麼報 鄭大哥我們看這個自由時報 其實基本上 有些人會要求是要半版喔 半版就差不多是這樣子的道歉 他說我有登啊 我登在中國時報 但是他登在廣告版 那個很少人看 廣告版就很小嘛 集屋招租有沒有 他寫這樣子 當然不算啦 你怎麼可以在大街罵我 我在小巷道歉 更何況那個小巷 是根本不會有人經過的防火巷 對不對 所以就告了 那最後是有判 那就是判說就是這個小姑 前小姑被判賠九十萬這樣子 還可以上訴啦 但這個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人家都已經離婚九年了 那你這個小姑到底是心結有多深 我把它唸 OK 用唸的 就是說 他是這樣指控嫂嫂 應該是說前嫂嫂 你們從無到有 從高額負債 到如今以幾億的身價自豪 這個就有學問 作為議員就要幾億對不對 一路走來 家人無怨無悔 請全力幫忙 你們卻船過水無痕 還有你林秀慧 從女工變身老闆娘 她說四十年前 婆婆全額支付四十五萬 幫你買房子 就當年值一間三十幾坪的房子 一樓的住家 到議員你落選 本來要賣房子 又是婆婆請郎相住 一個鄉下的婆婆省吃檢用 代表期間 就你當代表的時候 當市民代表 後來當議員落選前後 陸續資源上千萬 這不是小數目 兄弟也不計較 如今你們見立忘議 恩將仇報 不知飲水失源 還滿嘴仁義道德 政客不外乎如此 現在一個九十歲的老母親 因為幾十年病歷 在台大而欺身北部 你們卻斤斤計較 良心何在 然後還說 林秀慧跟他的老公 其實就是他哥哥 在四月份的某一天 率大兒子二兒子 一共四個人摔東西 急破桌子玻璃 用身體碰撞 老奶奶等暴力的手段 終於如願把九十高齡的 腦母趕出家門 說起來他這些貼文 不知就理的人會不會相信 會 因為他講了很多細節 對不對 會 結果2016年貼這些文 已經連任世界議員的 林秀慧 所以在二零一八年就落選了 那有沒有關係 大家判斷 那所以這個李秀慧 他就判輸 判輸 所以先請教一下馬律師 這個他這樣的發言 有沒有不妥 原則上面細節 我說過毀謗的案子 只要越細節 越清楚 越容易證明他撒謊 如果你只是想某某人不孝順 我還不能夠說 什麼叫不孝順 你沒有每天早上來請安 晚上來請安叫不孝順 那就變成了個人主觀的判斷了 那你就說你說你不孝順 我說你 我告訴你毀謗 法官還不見得能夠判說他毀謗 但是你把不孝順的內容很具體 細細迷移地寫出來 什麼打老打媽媽 幹什麼那些東西出來 施暴 安插 關桌 遺棄 然後這些東西把媽媽趕出去 這樣子就會讓法官抓到證據說 你的證據在哪裡 反而跳到被告要去舉證 那你講這些根據在哪裡 事實在哪裡 所以原則上面這種案件 越細的東西越容易去舉證 那他越容易要證明說他的來源 更還要證明他是事實 那如果很抽象 那就是每個道德判斷的標準 但是其實看這個內容 當然外行的人就很容易讓這個案件 感覺是毀謗的案件 但是看到的人都會訴諸 自己心裡面的道德標準 去判斷這個議員 這個公眾人物 就像我剛剛提到了 如果今天 這種耳語很可怕 你說把90歲的母親趕出家門 所謂叫趕 我們如果理智一點問他說 他趕去哪裡 後半段就沒有了 有些老人家 他不適合跟三代同堂同住 也許他本身有一些疾病上的問題 對 然後如果把他送去一個 更好的照顧的場所 譬如說安養中心 那你說他是孝還是不孝 我們以前傳統的家庭來講 住在家裡面才叫孝書 那你給他送去安養中心 那就是不孝 那就是不知道飲水失源 如果他今天趕出去的 最後的落腳處是哪裡 我就可以判斷說 他把他趕出去是要虐待他 還是希望得到更好的一個 老人家的照顧品質 因為我們照顧過老人家都知道 有些老人家的病況 實在是不適合整個家庭這樣居住 所以真正到後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到後面老人家的那些 觸手就不知道 沒有講說媽媽後來流離失所 然後因此而什麼重病身亡 通通沒有 後面這一段就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 基本上它是訴訟於 每個人道德上的訴求是 你對老人家 每個人心中一把死 老人家要照顧到什麼程度 才算孝順 那就十個選民有 大概十種標準 這樣 因為我們今天談的是道歉的藝術 這樣算道歉了 原則上是算 算了 因為他這個 基本上他已經把他那一篇的 文章的內容 說他是 他認為他 他不對 不對的 寫那些是不對的 可是他只是講說 這是屬於私德跟公共利益無關 那那個是法院上面去認定說 這個東西他敗訴 如果認定你敗訴的話 你根據法院的判決 你要寫道歉起誓 那些道歉起誓 有些律師會在判決書上面 就把道歉起誓寫好 讓法官跟著這個道歉起誓的內容去刊 然後對方也要同意 對 然後如果你不同意 法院就判下去了 判下去的話你不刊 我就先幫你代刊以後 把那個錢 那個代刊的費用 去跟這個 被告去求查 謝謝 謝謝